今天这个事没有五千块钱解决不了啊 卓马 你这么着急给我打电话 叫我过来什么事啊 他说我碰到他的车了 这车正不是我弄的 你碰到别人车了 不是 看这里这么大一块 就是他弄的 这是你碰的吗 不是的 我刚刚往这儿过他的车正在倒车 他的车碰到我背楼了 我就碰到这儿 你看这儿都没事 他非说那儿说我弄的 怎么碰到那儿就是这儿 我亲眼看着看到你碰到这儿 不是大哥你那个真不是我弄的 就是你弄的怎么不是你 那个那个大哥大哥 咱们也别吵啊 那个你说这里是他给你碰的对不对 对 然后卓马你说的是他倒车 然后刮到你背楼了对不对 那这样哥们 嗯 你这车有行车记录一把 我们把行车记录一条出来看一下 没有啊 没有 没有我亲眼看到他刮的 你看 你确定你是看到他刮的 对 那卓马 我问你你给我说个实话 你有没有刮到别人车 我真的没有真的 你确定 我确定 哥们你说是你看见他刮的对不对 对就是他刮的你确定 确定 怎么不确定 那行那我现在录着视频的 嗯啊 我 然后问你一遍呢 你说你的车 这里 是他给你刮的 确定吗 确定 就是他刮的 行那你说怎么处理 五千块的 刚才说的 是吧 啥 五千块 五千 对 你这么一点你确定要五千 不要五千吗 我车要修吧 车修了 我要靠车吃饭了吗 车修修了那我 没饭吃了是吧 我肯定需要五千 行 你说五千对吧 那你把手机拿出来我扫给你 行 不是 好 这车真不是我弄的 你为什么要扫钱给他啊 没事 着马 等一下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来 好 转过来的 收到了吗 收到了 好 那哥们 然后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 左马 你多高 你一米六三对不对 那你说是他挂的 你过来一下 你过来一下 左马 你站在这里一下 你看一下 他一米六三的身高 怎么可能说刮到你这里了 这是他刮的吗 我亲眼看到的 他一米六三 他站着怎么可能刮到那 你给我一个解释 用他的那个破框呀 你确定 确定 那行 那我们现在就报警处理 报警 报什么警 我们事都处理完了吗 是吧 不用报警了 那是他刮了你车的事 他说现在是我们之间的事 报警就没必要嘛 是吧 事都处理完了 大不了我把钱退给他 是吧 大不了退钱 你说的倒挺轻松的 这不是退不退钱的问题 这是一个性质的问题 没事 没事我刚才看错了 我先退给你 好吧 不可以 卓马 他说退钱 就这个处理方式 你接不接受 不接受的话 我们就报警处理 办公室要不算了吧 因为我经常在这边摆地摊 我觉得 我们不要得罪别人啊 他退钱就行了 那那行吧 来来来 我把钱收 那哥们我跟你说一下啊 你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 知道吗 我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这样的 是 我把钱收 你不好意思 谁又不好意思啊 那 坐马 我们走吧 坐马 你今天怎么跑到街上来了 我今天下山来卖点山货 结果刚卖完想回去 就碰到那样的事情 大哥哥真的今天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事的 左马 以后遇到什么事情 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了 谢谢 真的太给你添麻烦了 这没什么的 你现在准备去了啊 我现在准备回家了 你怎么回去啊 走路回去啊 你走路那么远 我送你吧 不用了 不用了 已经给 给你添了很多很多的麻烦了 没事的 左马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你这走上去得几个小时了 快走吧 我送你 没事 走吧 走走走 我送你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大哥哥 你真的是个好人 谢谢 没事的 左马 走吧 DC 我 没问题 帅叔 你 怎么能不能 对吧